李卓人被投訴收取一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的捐款未有申報 李卓人強調捐款是待工黨收取 但承認有50萬元是事件被揭發後才轉回工黨的戶口 社企可以成立到 但社企可以說被拖延了一段時間 現在成立到 但未開到戶口 所以那50萬是維持了一段時間在我戶口 但當然在我戶口我沒有任何個人利益在裏面 因為從來都沒有動用過任何一毫子 然後一百萬是兩個星期前的事 我回到香港就馬上轉回工黨的戶口